关注!任凯逸,中国女排第一位学院派国手的三级跳! 本以为运动生涯步入黄昏,现在感觉有了第三春,就算是昙花一切也挺值得的。 这是大学生球员任凯逸春节前夕得知自己入选2018年中国女排集训名单时说的话。 春节过后,她提前几天结束假期从太原老家回到北京,正月初八正式入驻中国女排天潭公寓,开始了自己的国家队之旅。 一个月后,任凯逸成为这批集训新人中唯一一个随队前往漳州封闭集训的主攻。 朗岛叫我小任,平时训练中会提醒我注意调整球的上部时激讶,篮网时的空中姿态呀各种。 一个多月的集训让任凯逸收获颇多,在国家队能待一天也高兴。 问起她如今在漳州的训练情况,任凯逸轻松地说,还不错,适应很多了。 说起来,这位27岁的新人在进入国家队后的第一次技术训练就有些吃不消,国家队的训练量和强度对于学院派出身的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 第一位学院派国手。 不同于其他队友早早地进入体校接受专业训练,任凯逸拥有完整的教育经历,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。 入选中国女排之前,她刚刚完成了研究生论文,今年夏天,她将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。 大学时代,任凯逸是北航校排球队的王牌主力,那时的她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职业球员,她希望像导师杨浩一样,当一个大学排球老师。 在2016年之前,任凯逸一直边读书边打球。 我是9岁开始打排球的,当时还在上小学。 我的身高在同学中间算中上吧,也没有特别高,老师说选我是因为小的时候跑得快,胳膊长。 任凯逸回一说,我从小就喜动不喜静。 练了排球以后,觉得特有意思,而且特别羡慕打球好的人,想跟他们一样。 已就一直坚持下来了。 上了中学,任凯逸随校队拿到了许多不错的成绩,每次学生运动会都是我们学校组队,我们曾经拿过三连冠。 就这样,上高中时,任凯逸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。 2011年,任凯逸考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。 或许是注定的缘分,那一年,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成员,黄金一代的主攻守杨浩进入北航执教。 一直以来的偶像和榜样成了自己的教练,任凯逸觉得自己特别幸运,从小看浩杰打球就觉得他打得好,没想到去了大学他成了我的教练,而且我们还是同一年进的北航,好幸运。 在杨浩的指导下,北航排球队不仅在大学生排球联赛旅创佳季,他们还参加了全国排球甲比联赛,任凯逸第一次接触到了专业排球,2011-2012赛季。 在云南,当时我大一,第一次接触职业比赛,一打就是三年。 队里有好几个姐姐打得挺好的,觉得跟其他队友的一打,并没有差很多。 一次次的比赛历练,任凯逸的球技突飞猛进,成为大学生中的佼佼者。地方队大放一彩。 大学快毕业那年,有专业队的教练来找我,但是我拒绝了,因为当时要保研,所以没考虑。 任凯逸说。 2016年,任凯逸修完研究生课程,经杨浩举剑先后到天津队和北京队视讯,最终被北京队相中,任凯逸迎来运动生涯的第二春。 2016-2017赛季,北京女排引进了美国主攻罗宾逊和接应洛维,才刚进队的任凯逸只是一名替补队员,没有太多的出场时间。 到了全运会,任凯逸抓住机会证明了自己,站上了绽放自己的舞台。 5月的预赛,北京队战胜联赛冠军江苏队,以小组第一的成绩直通决赛。 8月的决赛,北京队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立刻未免冠军天津队,后在继军战中零封上届亚军辽宁队,时隔34年重返全运前三家。 任凯逸大放异彩,与刘晓彤,曾春蕾形成三架马车,为北京队这次光彩夺目的全运之旅立下汗马功劳。 因为准备全运会,为了跟上大家的训练进度,任凯逸决定申请推迟一年毕业。 到了联赛新赛季,队友们都在猜测任凯逸会如何选择。 读书,工作,还是继续打球。 我还是希望自己在打得动的时候,多打几年吧。 2017-2018赛季,任凯逸继续身批北京女排战袍征战。 面对读书,工作和打排球的选择,她发现自己确实喜欢排球。 2017年10月27日,排超元年揭幕战,任凯逸拿下北汽女排最高的19分,只比上海女排的外援金阮景少一分,进攻更是24扣18中成功率高达75%,是全场最高。 在随后的比赛季逸,任凯逸也是北京队最为稳定的得分点之一。没想到能去漳州集训。 2018-2018上半年,任凯逸说过很多次没想到。 从来没想到能进国家队,觉得自己又老又矮,能坚持在队里多打几年就很不错了。 任凯逸坦言。 任凯逸坦言。 可惜,病魔如山倒,任凯逸感冒了。 没有机会和同学老友相聚,一直在家养病,就当任凯逸缠绵卧踏准备迎接新年的时候,传来了她被国家队选中的消息。 那天中午,任凯逸的微信微博消息滴滴滴响个不停,老师、同学、家人、好友纷纷发来祝贺。 睡醒后的任凯逸刚开始还有点猛,回过神来就被从天而降的惊喜和幸福包围,满怀感恩的依依回复大家的祝福。 她说她那一整天都是晕晕的,连生病的痛苦好像都减轻了许多。 本来觉得能被北京队看中已是惊喜,国家队更没想到。任凯逸充满感恩。 一进入国家队,任凯逸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训练强度,没过多久,她的肌肉终于起了反应,不得不降低训练量。 老胳膜,老胳膜,老腿的,练不动了。 还记得任凯逸在训练场边跟着丹尼尔康复的间隙,一边望向场上练得热火朝天的妹妹们,一边有些无奈地笑着。 深知自己在身体和年龄上不占任何优势,但任凯逸兴太一就很好,没有别的想法。 回忆起在北京集训的点滴,她说当时就只想好好恢复,尽快投入到训练当中,就是觉得每天都累,不过适应了几天之后就复活了。 这个三月,任凯逸认为自己最大的进步是异传环节。 在北京队,由于编弓手刘晓彤和曾春蕾都能接异传,再加上自由人,任凯逸平时的异传任务并不重。 以前演练,不过可能也是自己没这么上心吧。 而且比赛的时候有小彤和曾姐姐,我有点依赖。 任凯逸说,国家队对边攻守的异传要求很高,朗导经常说异传是生命线,我们复工都那么高,如果异传不到位不就把他们浪费了吗?所以我对异传的训练更重视了。 现在会试着让自己多接一些。 有时也会接得很好,但是不稳定,不过比以前自信了。 任凯逸说。 队伍出发前往漳州的前一天是个三月末的一个周六,任凯逸收到一条订票信息,是从北京到厦门的机票,她这才得知自己也能和大家一起南下漳州,挺意外的,也很高兴。 从地方队到国家队,从北京到漳州,任凯逸收获了许多第一次,经历了几番没想到。 曾经的她说自己可能只是昙花一现,往前踏了一小步,她仍然没有奢望,不敢妄想,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吧,我争取在国家队大久一点。 。 。 。